诶? 哎哟 垃圾 哇 所以这次又是谁惹到你啦 你看之前的MacOS Mahavi iTune就好好的 我可以把我的歌丢进去我的iPhone里面做论论 可是现在你看 奥格尔去MacOS Catalina 过后 iTune不见了 什么歌都放不进iPhone里面 嗯 的确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看怎么办 最近我也是在研究 如果不用通过MacBook 或者是iTune 来做一个iPhone的论论 要不要给我试试看 当然好啊 快点帮我咯 当然可以 不过在那个之前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森浩 一个喜欢苹果产品的马来西亚KOL 我会不时的上传关于iPhone 或者是MacBook的熊小技巧的影片 和苹果其他产品的资讯到我的频道 像是BDBD YouTube Facebook 微博 Instagram等等 如果你想要学习这些技巧 或者是想要知道 苹果产品最新的资讯的话 那么就非常欢迎你订阅我 首先呢 这个GarageBand 是要去App Store下载的 Whaaaat 这里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先 Garage是车库 Band 是夜团 所以这个GarageBand 是一个夜团的 一个App来的 所以它不只可以做Rentone 制作Rentone 只是它一小个功能 可能以后呢 我会研究一下 然后做一个视频 分享给大家 这里呢 我们按右下角的search 然后找GarageBand 然后我们按Gap 因为之前我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它这边是Open的 所以我们可以打开 打开 打开过后呢 它需要打横来办的 它不能放纸 然后我们按右上角这个Gar 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 它有Live Look 或者是Trend 我们就按Trend 按Trend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选其他 我们这边就选这个Audio Recorded 然后点它一下 这边呢 我们就按左上角第三个Button 然后呢 我们再按右上角的第二个 这个很像绳子这样的 按一下 然后我们再选中间这个Button 这里呢 有两首歌是我之前 已经先下载的了 What 这里我就不跟大家讲 如何去下载了 毕竟这个有点敏感哦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去哪里下载歌曲的话 你可以私讯我 那么我会再告诉你 OK 最后呢 我们这边选画 然后选我要的这首歌 对头是第二首 然后我们按下 拉 拉出来 然后再放上去我们要的位置 一首歌是30秒 如果我们这个太短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右上角这个加 然后选择Session A 现在我已经set30了 如果你还没有set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按这个三下键来调整 调好过后我们按单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选我们要的那个段落了 然后这边就自己试了 例如你的段落是从这一边开始的话 那么你只要按多一下这个bar 按多一下 然后按Sprint 按Sprint了过后呢 就按着这个剪刀这样子的东西 拉下来 然后它就会剪掉了 这里呢 我们再按多一次 刚才不要的地方 然后按Delete 然后再把刚才我们要的那个地方 拉回去到第一秒这边 然后再重新听是不是你要的 后面的摆设一条线 我们可以这样拉它 拉到我们要的30秒 这样这首歌就会比较完整 就一直重复这样子的动作 然后选到你最想要的那个段落就可以了 然后中间你应该会听到一个 这个 其实是不会换在你的歌里面的 它只是一个拍子 如果你不想听到的话呢 你可以按这个 蓝色的这个东西 按它一下 它就会关掉了 OK 例如这一个就是你要的段落了 那么我们就按 左上角的三角形 按下 然后选Mysong 现在它就会save 起来 那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叫Mysong 所以现在我只有Mysong 2 这个呢我们就按下 查看 然后rename 从我们要的那个名字 下好过后呢就按单 现在开始呢你就按这个 发 99 然后再拉上来 你会看到一个share 按下 然后中间就是 Ring Tone 你就按一下 Ring Tone 那么我就按 Continue 到这里过后呢 我们就按Export 然后还会跟着这个 我该写的这个名字 作为我的Ring Tone的名字 现在我们就可以再选 这个新的Sound 我们要来做什么 Standard Ring Tone 或者是你打字的那个Ring Tone 或者是给哪一个contact 就是你的联络人的那个Ring Tone 这个我就直接选Standard Ring Tone 这个呢你用完了过后呢 我找不到关闭这个Button 所以我们就只好直接 从下面拉下来关掉这个Button 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方 如果你有之前的Ring Tone 你不要了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做 OK现在呢我们就去我们的Setting 我们设置里面 然后再找Sound and Hectic 按一下 然后我们再找这个Ring Tone 这就是刚才我已经设置进去的那个Ring Tone 其它是之前我已经设置好的那个Ring Tone 好像这个 买送我不要了 我就向左移 就是Delete 然后这个Ring Tone 然后这个Ring Tone就会被Delete掉了 今天这个教学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我有提供到你想要的资讯的话 欢迎赶快赞 也会想出去哦 也许你的朋友正好需要这样的资讯 最后呢我也希望你可以分享 关于你所知道的一些使用的技巧 或者是你在使用这些苹果产品时候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哦 那么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哦 我是ChanHu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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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